本期给大家分享这两款包底用到的针法 记住绕线方向和入针位置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正面 然后背面是这样子的 勾出来的花样挺厚实啊 那接下来我们学习这个圆形的 只要勾出一种 然后另外一种大家也会勾了 首先勾四个变质针 一二三四 回到第一针 挑半根线 勾一个引拔 这样中间它形成一个圈圈 大家也可以这样 环形绕线啊 接下来勾第一圈 锁一针 第一圈我们勾八个中长针 但是中长针的勾法 我们要把线放在勾针的前面 这样子 然后用中指压住 从这个线圈里面 把线勾出 现在勾针上三个线圈 再绕线 一次性给它带过来 这就是第一针 新手姐妹不懂哪里是第一针 你们一定要做一个记号啊 接下来 重复 第二针 第三针 八个中长针勾好之后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往下面勾 入针的位置 平时我们入针的话 都是到第一针 这样勾 勾上面的变子针的针目 这样子啊 然后现在我们勾的话 就看中长针 下面最左侧的一根长线 从这里入针 然后穿到背面 是这样子啊 第一圈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好就从 然后到第二针 也是挑最左侧的一根线 从这里穿到后面 这样子 好现在我们引拔就到第一针 从入针的这个地方开始 这样穿过去 引拔拉紧 锁一针 接下来勾第二圈 同样的方法 在刚才引拔的这个针目 穿过去 第二圈的勾法呢 是每一个针目 勾两个中长针 这是第一组 加针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第二组 下一个针目 都是挑这样的一根线啊 穿到后面去 好 两组的加针 重复八组 第二圈勾完之后 总共有16针 接着和第一针 还是从入针的这个位置 这样子 引拔 锁一针 现在来勾第三圈 这一圈的勾法呢 是隔一加一 现在第一针 勾一个 中长针 绕线 第二针里面 勾两个 中长针 这样是一组 这一圈呢 也有八组 隔一加一啊 我们每勾完一圈 这个加针 都比前一圈 多八针啊 因为我们起针的时候 是八针 第二圈16针 第三圈24针 就按照平时 我们的加针规律 勾到自己需要的 这个底部大小 如果这个底部 大家想勾得很大的那种 那么我们遇到双数圈 就要错开加针啊 比如到第六圈 隔四加一 那我们就先勾 隔二加一 勾这样的一组 然后中间全部都是隔四加一 勾到最后还剩下两针 也就是勾两个单独的中长针 那就对了 遇到双数圈就要错开 然后单数圈的话 该是隔几加几 大家就按照加针规律 往下勾就行 还有这种椭圆形的加针规律 都是在两头加针 中间不加不减 然后两头加针的方法 也是按照规律加针啊 像我这里呢 是左边和右边这两针 同一个针目勾了四针啊 然后就按照加针的方法 第二圈每针加针 第三圈隔一加一 第四圈隔二加一 继续往下面勾 它这个底越勾越大 好了 那本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